大家好,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四 亦都近期指揭算 市場的活動會比較有些比較奇異的東西 即是有些人要轉倉 會有夾高、油踩低等等 等於北水方面,資金流入相對是少了 昨天施政報告出現後 各方面都說不好 生者只有2萬元也說不好 可以讓你排隊上公屋的 快一點也說不好 其實我很簡單 生了兒子後就讓你住一千呎大屋 告訴你,必然有人生了 好了 有些人去找兒子 去外國生兒子都想拿居留權 所以告訴他,生了兒子後 你喜歡居屋,有居屋,有公屋,有公屋就搞定了 再其次呢 我看到今天又不好嘛 又是這個 所有交易經費減得不夠 又跌了下來 因為這個樓又減得 不可以全部切辣 用這些下來 別聽 是切辣出來供得起嗎? 真是開玩笑 真是 好啦 那再其次呢 我們看看之後 完了之後呢 咦 不要看這裏 那再跟著呢 沒多好說了 看看個別股票方面 那顧別股票方面 噢,李寧跌到隻狗 港交水又跌 港交水跌的時中 昨天都已經跌了啦 那跌是因為 你又供得不夠嘛 那再其次啦 你爸爸升一點點 其他都會升很細矮的 好啦 那看看大市 那大市呢 跌了下來 升上去又跌了下來 怎麼看呢 怎麼看呢 那我覺得 有一件事 就 慢慢呢 這東西是轉好中的 當然啦 始終都是要到11月中 或者11月之後才可以變得好 那我首先第一件事要留意一下 就是第一件事啦 這裏的今日的低位呢 暫時就16922 這裏的低位呢 對不起 這裏的低位呢 就是16876 那現在這裏呢 就不再肯低下去了 現在就需要怎樣呢 有支比較大的楊竹 去挑戰這幾個位 若然如果有一支楊竹 可以升破了大致上 不需要多加 升破了這裏這個位呢 基本上就會好的了 基本上走勢上 其實走勢上會變好 那這個位是多少呢 這個位呢 大致上就是這裏的收視位 最低位172 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 稍後期間 去到這個下個禮拜 明天或下個禮拜 建期172 上面呢 那就 基本上 應該可以說這裏 是成為一個低位 那很多其他股票呢 都可以有類似用這個方法 去看看 去看看 這個詳細現在不要說了 遲些再看了 好嗎 好了 之後呢 我們看看 今天會有什麼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電力股 華能國電 華能國電的時候 可以留意它 因為它第三個是 虧轉型